這樣在25號深夜約11點 三艘由屏東漁民自發出航戶主權的漁船 終於在海巡署同意下 聽託在太平島碼頭 而且不僅船隻順利扣岸 就連漁民們也通通被引導到碼頭上吃小夜 其中滿級生號的船長陳富勝 了解前一晚好興奮 原本以為島上可能物資貧乏 沒想到碼頭又大又亮 尤其是喝到太平島上的水 讓它直誇真的好清甜 雖然原先預計要登島護主權的 總共是5艘漁船 但其中因為機械問題導致加順財號 只能跟船隊在返航途中匯合 另外海吉利號 則是因為船上載運人的身份 也只能停在港外約500公尺處 造成5艘漁船裡只有3艘 是真正航進太平島的 雖然有點小遺憾 但抵達當晚 就由島上官兵親手做的麵包當宵夜 26號一早指揮官也派車送來 皮蛋粥 牛奶 包子和炒青菜 讓漁民們當早餐 雖然活動範圍就只能在碼頭邊 但不但可以散步還開放他們在岸邊拍照 這已經讓船長覺得好行為 這一趟護主權航程 歷經一波好幾折 終於爭取靠岸 甚至因為船員腳被引擎燙傷 還意外登島 如今不只說好的太平水 就連太平島麵包船長都能一併帶回 要證明登島成功 記者張春華 張信 屏東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搶擋大戲 美好靈帶